Hello 各位 今天是11月2日 就是我來的宿舍 應該差不多過半月時間 大家看到我的頭髮已經長到不舒服的位置 今天就去剪頭髮 因為上網搜尋過Gilford很多地方 都是沒有亞洲人剪頭髮 所以沒有辦法 唯有去包包店 都蠻緊張的 不知道他會剪到我的頭髮 因為始終包包店是外國人的剪頭髮 現在差不多12點半 我預約了1點半剪頭髮 因為這裡走過去也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不用走到一身汗 就坐下剪頭髮 大家聽說聲音不太好 因為星期一去了Halloween的Clopping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Baba Shop 再拍給大家看 如果他給我拍的話 出發去的途中就讓大家看看 說完我玩了些什麼 我們現在就走了大概半個小時 八個字的時間 我已經看到要進去剪頭髮 那就是前面這間 紅色這間 對了 其實說真的都少害怕 不知道剪成怎樣 不過 都沒得選 我都要在這裡剪 因為Gilford就是沒有香港人剪頭髮的店 如果大家有知道 Gilford哪裏有亞洲或者香港人剪頭髮 就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就可以下次去試一下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裡面 好了 現在進來Baba Shop裡面 其實這間店不是很大 剛剛展示了他看 我預約了1點半 我就在等一個叫Peter的人 我希望他剪得好 等一下再問問他 可不可以拍下一個過程 我可以拍下一個過程 我可以拍下一個過程 可以放在這裡嗎 可以放在這裡嗎 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放在這裡 好 現在我坐下了 我的髮型師叫Peter 他會說他會幫我剪頭髮 現在他就是我的髮型師 我會看到他 好,真不舒服 然後我會看到他 好,但是他會不舒服 還要調整 我看見他 謝謝 好,好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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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是坐 所以你不想太多放在上面嗎? 對,我不想太多放在上面 所以,第二次是到這裡嗎? 我猜到這裡 到這裡 你之前做過這個嗎? 不是,第一次 對,第一次 對,第一次我來這裡 真的嗎? 對,我來這裡 對,我來這裡 在哪裡? 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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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麼學校 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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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可以贊助我們在 Instagram嗎? 對,我已經追蹤了 在哪個國家? 在哪個國家? 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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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有很多朋友 在學校 對 其實,有些朋友 在學校 說這個吧吧 是很棒的 所以這是你第一次 第一次 對 是你特別的藝術嗎? 是有特別藝術嗎? 在學校 在學校 對 對 對 因為我剛開始我的頻道 當我來這裡 真的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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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剪頭髮的同事 就宣傳一下他們的Instagram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剪頭髮的話 就記得追蹤他們 我們 大家如果想繼續留意我最近的動向 就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 追蹤完之後我們繼續去片 其實他走去開燈那一刻我都有點疑惑 因為我都已經拍片拍了那麼久 他沒有理由現在才開燈給我的 誰知道原來他都想用他的手機拍一拍片 所以才開燈 這是什麼? 對 照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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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拍摄我的電話嗎? 好, sure 現在已經剪完頭髮了 看上去也不錯 現在已經回到宿舍的房間了 剪完頭髮後就沒有怎麼拍了 因為外面實在太大風了 完全是收音收不到 你也知道英國已經入了冬令時間了 4點多鐘已經開始入客了 光線都不太夠拍出來 就沒有怎麼拍了 但其實剛剛我剪完頭髮後 就去了The Ferry商場裡的食店吃Cocoro 應該是一間韓國的餐廳 叫了咖喱炸雞飯 它就成為8.95磅 我覺得食店價錢來說也正常 現在回來做一個英國第一次剪頭髮的體驗 其實這個體驗 實在來說我會給9分 其實也挺好的 我覺得 我去到店鋪雖然不是很大 但入到店鋪就不需要等了 我等了大約5分鐘左右 因為有個人在前面剪 而且我已經完成了 基本上不用等了 因為我上網預約了 就是通過這個apps去預約 這個apps都是沒有廣告的 所以大家記得多點幫我訂閱 讚好和分享給朋友看 所以我可以等待我的觀看數量更多 等待遲些 可能真的收到廣告的時候 就真的可以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對 無論如何 現在就說一下剪頭髮的情況 你跟他說你預約了1點半小時 我預約了1點半小時 其實等了5分鐘 很準時 就可以去剪頭髮 那髮型師就問你 你想怎樣剪頭髮 我也是簡單跟他說 我也是跟他說 兩邊要undercut 和要塞音 整體比較薄一點 都是這樣 其實我在香港剪頭髮 都是這樣跟我的髮型師說 所以現在出來 其實大家看到 是真的undercut 和塞音 其實是真的挺驚訝的 因為始終英國Baba Shop 剪頭髮都是英國人的髮型 所以未必是真的知道阿洲人的髮型是怎樣剪頭髮 唯一一個不好的就是前面這裏 他屏音剪頭髮比較短一點 比較期望短一點 不過是有那個型 即是齊音和undercut 而且是真的 我期望那樣東西在 還有另外 雖然我英文不是我的主語語 但是你跟他在剪頭髮上聊天的時候 或者溝通上 其實是沒有什麼難度的 你看到剛剛那些片段表演出來 其實是有說有笑的 你問我會不會再去呢 那我一定會再去 因為始終在這邊待那麼久 你沒有理由不剪頭髮的 那真的很難得找到這間髮型 因為其實這間髮型是我 一個打球式的朋友介紹給我 另外我上網也搜尋了一些 其實這些留言也不錯 那今天影片就大致到這裏了 那記得要點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喜歡的話 就記得要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讓他知道Gilford在哪裏有 一間好的Baba Shop 可以剪到亞洲人 或者這些髮型 這些髮型 還有你們的訂閱 或者分享 或者留言 很重要 因為你們都知道我在這邊 正在讀大學 那其實我同時要兼顧大學那邊的教育 以及要兼顧Youtube的影片 其實都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有什麼意見就記得跟我說 可以等我改善一下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裏了 我們很快再見 MING PAO TORONTO